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1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10月9日,BC省首席卫生官波尼·亨利医生 及副卫生厅长Steven Brown发表了联合声明称 BC省过去一天新增11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包括4例流行病学相关病例,全省累计10185例 省卫生官员特别声明表示 感恩节长周末假期来临,让我们都竭尽所能 确保始终运用多重保护措施 以保护自己和亲人免受新型冠状病毒伤害 我们向BC省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一线基药工人表示感谢 他们为确保我们社区安全和强韧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9日没有新的社区爆发,但依然有社区接触事件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透过网页公布 位于列治文的Kingswood小学出现病毒接触风险 一名感染病毒的人曾在10月5日至6日到国该小学 温哥华的金英志学校Prince of Willis Mini School 同样出现病毒接触风险 一位患者曾在10月1日、2日和5日到访了该所学校 相信这样的消息让家长们颇为担心 不过当局也表示,会通知和患者有过密切联系的人士 任何未收到联系追踪小组的电话或信件的人都可以照常上学 此外,大型超市集团Lobloss表示 9日位于温哥华East Hastings Street上1460号的 Norferis超市员工确诊感染病毒现在正在家隔离 该员工最后一天上班日为9月26日 BCCDC再增加两个有病毒接触风险的航班 9月27日由温哥华飞往爱德蒙顿的西捷320航班 10月1日由温哥华飞往卡尔加里的西捷132航班 两班客机的乘客要留意身体状况 虽然BC省民对于目前的疫情还感到十分担忧 但是亨利医生表示 BC省的疫情曲线在此趋于平坦 确诊数量的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 而测试量显著上升 相较于BC省 加拿大其他省份的疫情似乎更加严峻 安大略省昨日报告了939例新病例 这是该省有史以来最高的每日新病例数 安省由此宣布 在多伦多、皮尔地区和沃泰华 这三个主要地区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 退回到封锁第二阶段 而在魁省 昨日新增感染人数1102人 死亡22人 累积感染人数上升至84094人 死亡5936人 魁省的死亡人数 已占全国染疫死亡总人数的62%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 不得不让人再次想起了 此前哈佛大学在Science发表的一篇论文 论文预测 新冠病毒都可能陪伴人类到2025年 论文悲观地表示 可能到2022年都需要长期或者间接性地保持社交距离 在2025年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论文中的几个主要观点被广泛引用传播 一、被我们寄予厚望的疫苗 作用可能会非常地小 因为人类感染者产生的抗体有效期可能只有40周 比疫苗的研发周期都要短 如果疫苗不能起作用 新冠将会变成一个10到50倍致死率的流感 世界卫生组织也发表科学简报称 没有证据能证明感染新冠后产生的抗体 能保护人体免于第二次感染 二、未来各国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地采用疏离措施 把感染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以确保医疗体系不崩溃 三、新冠会长期成为老年人类的头号杀手 而人类整体的医疗支出会大幅上升 预期寿命会降低 有人认为未来很可能的情况是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 疫情在全世界蔓延 不是一年、两年 而是五年、十年 甚至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未来的服务业将受到极大的抑制 除了医疗、教育等必须的服务需求外 其他的都将尽可能的抑制 但流行病模型的目的并不是给出正确的答案 这样的模型并不在于精准预测未来 更重要的是提出一系列的可能性 面对新冠病毒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我们不应该盲目悲观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意识到 我们一旦松懈 病毒这个狡猾的敌人便会趁虚而入 据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网站消息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10日发布公告 提醒留学生们务必要防范聚集性感染 驻加拿大使馆称 9月底12名在沃泰华的中国留学生放松警惕 前往当地一家卡罗K厅参加同学生日聚会 期间既为佩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导致发生新冠肺炎群体性感染事件 其中9人确诊 1人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这不仅给自身和公共卫生健康安全带来严重风险 让国内亲友担心不已 令人痛心 也给所有留学生等在家中国公民敲响了警钟 驻加拿大使馆称 最近加拿大安大略 魁北克等省确诊病例激增 确认第二波新冠疫情爆发 特别是年轻人应参加聚会等感染比例较高 有关地方政府正在采取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暂时关闭室内餐饮服务和电影院 游戏厅 健身房等公共场所 重点防范聚集性感染 鉴于上述 驻加拿大使领馆再次提醒 一 请大家毫不松懈 密切关注当地疫情 严格遵守当地卫生部门的防疫规定 主动做好防疫防控 特别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尽可能避免参加生日聚会等各类聚集性活动 如出现疑似症状或身体明显不适 请务必立即拨打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 811健康咨询热线或911紧急救援电话及时就诊 2 坚持非必要不履行原则 尽量避免长途或跨境旅行 3 如却需要回国接受核酸检测后 应居家隔离 不要随意外出 如却需要外出 务必加强防疫措施 如登机前出现疑似症状 请取消行程 及时检测就医 随着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 联盟政府昨日周五宣布了新一轮的针对性纾困措施 帮助工商业度过疫情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 在疫情通报会上宣布 困难的现实是 我们为遏制新冠肺炎而采取的卫生措施 意味着有些企业根本无法满腹和运转 有些企业被公共卫生部门命令关闭 对于这些措施是支持这些企业 并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一座充分控制病毒的桥梁 方惠兰没有立即表明 小型企业将获得多少钱 将涵盖哪些内容或如何申请 联邦政府还推出了大幅度简化后的 加拿大紧急商业租金援助计划 将允许企业通过加拿大税务局 直接申请减免 时间延续到明年6月 原来的做法是让两级政府业主及租户 各自分担25%的房租 来缓解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的压力 但遭到企业的严厉批评 因为这需要业主来申请 而受影响最大的租户却没有发言权 新的计划将对收入下降的企业 慈善机构和非牟利组织 提供65%的补助租金 若因疫情被医疗官下令 临时关闭的商号 可获得总共90%的补助 这类补助直至2021年6月 另外 商户透过加拿大应急商业户口 可获得2万元的额外免息贷款 其中1万元不用偿还 联邦政府为帮助企业留住员工的工资补助 会冻结在65%的比率 直至今年12月 一如施政报告工资补助会一直延续至明年6月 该措施是政府承诺创造超过100万个就业机会 并将就业恢复到以前水平的承诺的一部分 扩大后的加拿大应急商业账户 使符合该贷款资格的企业和非牟利组织 又能获得最高2万元的无息贷款 最初的CEBA贷款为4万元 如果在2022年12月31日前偿还 这笔钱额外融资的一半就无需偿还 此外CEBA的申请截止日期已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进一步的细节包括启动日期和申请程序 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 商户为了获得额外的资金 将需要证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加拿大9月份新增了37万8千个工作职位 使9月失业率降到9% 加拿大统计局10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9月增加的37.8万个新职位 绝大部分是全职职位 其中全职工作占到33.4万个 9月增加的就业数字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测两倍之多 经济学家原来预测9月会增加15.6万个工作 在COVID-19疫情前 加拿大经济发展强劲 今年2月份的失业率为5.6% 但疫情造成停摆 把5月的失业率推到历史高位13.7% 加拿大经济上一次受到类似冲击 是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衰退 那次失业率在2009年6月达到顶峰8.7% 6月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开始反弹 从6月到9月的4个月中 失业率一直在稳步下降 加拿大7月增加就业41.85万 8月增加就业24万 不过尽管就业机会在增加 但目前加拿大依然有180万人 被正式列为失业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除新布伦瑞克省和爱德华王子岛省外 其他各省就业都在增加 其中以安段略省和魁北克省就业增加最多 据彭博社报道 谷歌要把旗下视频网站YouTube转变成购物平台 使其成为电子商务平台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 知情人士称 谷歌此举的目的是将YouTube上的大量视频 转化为一个庞大的商品目录 观众可以仔细浏览 点击并直接购买 此外 YouTube还在测试与电商公司Shopify的进一步整合 通过YouTube来销售商品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